10年某一件雙刃未成事 今日马仕君 sale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小赫 钟离荣 欢迎收看最帅的化容点睛 美国股市雪崩市落下 升息的议题现在盛销成上 如果升息的话 台北股市场会怎么样 新兴市场的资金会回流美国 然后新兴市场的货币会进扁 股市就会重处 一切看起来好像似乎都吻合这个剧情在走 但是你们可能没有看到后面的变化在哪边 这是今天加减股价指数在创新低的同时 你有发现吗 发现什么 发现他的成交量只剩下746亿了 那么746亿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这个行情会谈但是不会攻击 可是谈完以后打底完以后 他后面才会攻击 而攻击的时间点位置点在哪里 你不要问我 你问他 这是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讲说这边是一个背离段 背离乃为操盘手之最大警讯 然后我也告诉你说 威廉指标同时到底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这个地方有机会反弹 但是什么时候 会是真正的攻击出量的时候 所以啊 你如果问我大半就跟你说 746亿这个低量的位置 7980他当然不是波段低点 他当然不是波段低点 但是出量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上去在穿头的那个速度 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啊 不会游泳的人 就会怕水 不会跳伞的人 就会怕高 不会操作的人 就会怕跌 跌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恐惧啊 为什么 因为第一 不知道要跌到哪儿去 第二 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怎么办 双手一摊 交给老天爷 信上帝的就每天祷告 信妈祖的就每天拿香 是吗 妈祖不会做股票 所以你还是得靠自己啊 学位游泳就不怕水了嘛 学位跳伞就不会 不怕高了嘛 学位操作就不怕跌了 不是这个样子吗 什么都没有变啊 所以加权股价指数 什么时候会攻击 出量的时候会攻击 换句话说 这边要出现一个下沙取量 如果你真的关心 加权股价指数 我已经解给你听了 但是我认为加权这边不是重点 它不是重点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 盘面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产业界发生的趋势 对岸的直光 一直朝我们这边发射啊 对不对 一直在买封册 一直在买半导体 人家是在流水啊 那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台湾整体的本益比相对是偏低的 只有13倍 我记得金融海啸那一波3955涨上来有一天 加权股价指数 起指的部分涨停板 那时候传出什么呢 那时候传出中国移动要入主远传的乌龙讯息 股票都涨停板了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大家对那个资金有所期待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是便宜过分便宜的市场 自然就会有人资金去卡位嘛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加权股价指数跌到哪儿去 这边没有崩盘的条件啊 你要关心的是在OTC啊同学 你们手上的股票跌很重 跌很多 跌很深 跌很残 它跟加权股价指数没有关系 因为前一波 加权股价指数都在横盘的时候 它们在涨啊 对不对 它在涨啊 所以为什么最近会跌这么多 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分析这个才有意义 同学 我们要分析什么 OTC指数这些中小型的股票 它后面还不会再涨嘛 这这真的是重点嘛 没有 没那么受罪就怕罪啊 不是吗 现在指数掉下来了 美国怎样 欧洲怎样 要升息选举怎样 那一堆问题都全部都丢出来 奇怪 涨了之后这些问题都存在啊 升息大家都知道要升息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为下跌而找原因 要为下跌而找方法 因为钱在数量啊 现在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的问题嘛 我空手的我要不要买股票 我手上的股票 我不要换股嘛 我手上股票如果还会再往上走的话 我要不要报嘛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嘛 所以为什么人会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跌到哪里去 因为我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嘛 这是OTC指数 这一波上来的 这是背离段 这是标准的背离段 所以背离拉回的过程 它是一个修正 它没有破低点 所以它是一个回档而已 回档这边回的速度这么快 想嘛知道 想嘛知道 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它也会办出一个 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啊 但是反弹完以后 还会再测一次低点 那什么股票是往上走之后 下来不会破低点的 把它找出来 那钱就会多啊 或者你手上是这样的股票了 掉下来你卖掉 你真的会买不回来 我等一下讲给你听啊 这是电子分内指数 今天破底 我前几天大概跟你讲说 它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 破底的同时 很抱歉它没有量 但是我认为它明天会增量 它是一个多头的伏笔 你们就慢慢看 因为这是一个背离的状况嘛 威廉指标同时到底 只要一出量 一出量 这个行情一出量 带头反攻的 就会是电子股啦 就会是什么电 什么刻 什么光的啦 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扛手 你手机要从哪里猜 往电子去就对了 往电子去就对了 那你手上如果手上是电子股的话 如果你手上是IC设计 你不用担心啦 但我不能这样讲说一言以蔽之 只要是IC设计都不用担心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认为下一波的电子股的主轴 是在这个地方 简单一句话 我常常讲说 当行情掉下来的时候 阻力在进货的过程当中 它会非常的明显 它会非常的明显 因为那个量够嘛 因为你们大家恐慌说 也会丢给它嘛 它可以很便宜很便宜去扫货嘛 所以为什么今天家庭股票 就是掉下来 很多的股票它没有跌 甚至是逆势走红的 甚至在笔盘附近有走的 你去看IC设计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最近在focus这一块嘛 联巴科引资找大陆基金来 之前要跟 差点要跟紫光私奔 对不对 后面呢 后面被挡了下来嘛 对不对 毛回说两个条件来 先来说服我 我告诉你 这个后面一定会有答案 这一定会是一个趋势 中国大妈将来买台股 这是在一月份会开放的 所以我就告诉我的会员 你们要往一个方向走 这支股票 对不对 这次上个礼拜五它下跌 197块半 我告诉你们站在买方 你知道吗 今天这支股票 五分之四的时间 是在红盘之上 什么告白 我就不要说 你们都猜得到 但是你们真的 能不能真的赚到钱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不会操作的人会怕跌 不会游泳的人会怕水 不会跳伞的人 其实会怕高 说来说去 说到底 你买股票 这个股票一直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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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觉得 操作股票是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困难是什么 股票不是天天涨 行情不是天天涨 它会有盘整 它会有下跌的时候 那个时候 心态怎么去调整 所以讲说股票是一种修行 无我不动心 你看这一段 你可以赚得很开心 但是下来没有风险控管 旧指数的角度 你早就输光光 不是吗 而它只是回档而已 它只是回档而已 这也是一样 我跟你们讲说 万达奥菲唐德 它们是什么产业 它们这个产业 会造就这一家公司 是台湾唯一的一个龙头 它形成这样的状况 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 都在红盘之上 今天加权股票指数破底 今天加权股票指数破底 所以有的东西 很多东西 我们讲台湾的时候 我们在讲前面的时候 你们始终知道 我等验证好 我等验证好 验证完以后 这涨上来了 我买个一张两张好了 甚至有些时候 挖心下去了 要挖印了 真正的 没有GPS你就互买了 那不是 这支股票今天剩多少钱 132块半 会员我们卖多少钱 不好意思 我们卖在161块半出现的这一天 156块159块 通通可以成交 刷下去 这还是多头喔同学 这还是多头 但是已经有人会怎样 断头了呢 这就是股票啊 这就是股票那不是 第一时间我告诉你 我们这实战 实物上买在哪边 对不对 抗讯为证 会员为证 我跟你讲说 这是一个向上命运的K线 这最后一次买 买进布局的成本 是134块 你没卖的话 现在是变成132块半 会报上报下 第一次买是129 今天最低点是128 这是不是很恐怖的事情 重点是他还是多头 他还是多头 抗讯在这边 我跟你预告 量大的高点非高点嘛 后面来到153块半 这个消息出来了嘛 这个什么都没有变呢 封测场F信息明年云云看翘 然后这个时候跟你讲开标 153块 150块加码 然后最后在这一天 156块钱 全部出清 就在这一天 全部出清 全部出清 所以 赶快四眼后面两个里 出现两种更正 三种不同的结果 第一 有人报上报下 猜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咧 报上报下 或者是赚一点点就跑掉 或者赚一点点跑掉 然后涨上去又去追 对不对 有人取走价差 有人住进套房 你是哪一种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会员都很清楚 他们是属于 赚取走价差的这一种 这个后面讯息出来了 哦 这个都写得很好 这明明是利空还写得很好 然后我们就回答 144块半 132块半 同学 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叫什么好吗 13点加 129 这边再买 这边加码 这边全部出掉 你们看到结果是这样 但是你们没有看到过程 假设 我们在第一时间同学 我们在这第一时间 F讯息 我们只看这个 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向上命运K线嘛 我们只看到这个 同学你知道吗 我们对它做微分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161块半 那个地方我知道要买 因为这个是 这一天就先规划出来 所以这一天到的时候 我只是按照我的纪律 按照我的公式去做而已 所以一样都是F讯息 有人报上报下 有人取走再下差 有人住进套房 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未来继续再讲 DVD25起 不再版 不再刷 15千里 空前绝后 增强绝响 把握最后的机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就不要买 这就叫 又小贺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态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森田药妆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 三天又说 赖斯堡是最认真 最专业 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 赖斯堡委员 在台北市 京奥 花博 或任何需要协助时 总是义不容辞 全力相挺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 这是我们立法院 很重要的资产 最优质的立委 赖斯堡委员 上半段单元 我们谈到了F信心 这是一开始的向上命运K线 谁让人知道掌停板这支 这要扣129块 要扣亮灯照样买 为什么 很多人看到掌停板 已经掌停板了 那我等它回来好了 有些时候不会回来 有些时候不会回来 你必须买更高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先看到 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一根叫做向上命运K线 所以我们对它做近色土 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样子 他跟我们说 他会到150之后 会有个回档 回档完以后到160 附近会出现一个卖点 我们拉近一点 这个地方 对下来是160块 对不对 这是先握出来的 这是事先先画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 第一时间 这是标准的整个波段的走势 实际的走势 它最高点在哪边 我们拉近一点 161块半 那这一根向上命运K线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 它会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第一波的满足点 所以你就清楚 为什么我知道 这一天出来的时候 那个投信 不管它怎么买 我都要卖 你现在回过头来 投信套牢 投信套牢 可是 这代表投信比较笨吗 不是 我反而觉得 看到投信去买的人 才去追的人 比较 没那么聪明 但是打回来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先犯了一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 我买在这里了 然后第二个错误是 我要卖在这里 那这里是不是卖点 我告诉你这边不是卖点 这边是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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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会在涨到哪边 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不知道啊 我所谓的这边是买点 是你买了以后 短期间会有价差的 可是 要不要卖 我不知道 很多的东西 在今年的技术班 我都有讲 那我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 我不会干一辈子的投股老师 所以有很多的业务 其实我是在说的 包括以前每年 我们都会上一次技术分析班 那后面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没有 其实因应我 后面要下节目 所以这样下节目的同时 其实我不希望 再收这么多的会员了 所以包括有很多的业务的部分 其实我都在说边 但是我唯一希望留下的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对于行情的一个展望 的看法跟收获 有一天你们要学着自己飞 你们要学着自己飞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不断不断的 在做很多很多的教材 或很多很多的看法 在给你印证的同时 我们都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 不是证明F信息 你看我赚很多 不是 我要证明什么 当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 把烂牌把它打好 这实物上的操作 不是跌下来说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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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上報下有人取走價差有人住進套房 一樣都是紅色 有人猜到第一時間不敢買 第二時間去追進去 但是第一時間不知道要買 一來一回 不差太多嗎 可是所有的買點跟賣點 所有的規劃全部都在講義裡面啊 我都沒借薄 我真的都沒借薄啊 操作公式化啦 有命可以就出手 出手之後安排退場機制 才能追求長期穩健的正報酬 做五票不是看一支兩支 不是做一回兩回 那是一波一波 每一次上上下下的過程當中 總是要有人畢業 總是要有人在上漲的時候 順風的時候 他可以很開心很開心的賺 但是稍微一暈逸風的時候 就掰掰了 因為檯面上大家只告訴你利潤 沒有人跟你講風險 只有告訴你說你看我做多 你看賺很多 你看我放空我賺很多 但是沒有人跟你講說 萬一不對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自處 我們怎麼樣規劃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隨行情 應變行情嘛 你們都要靠我 但是我說過 我不會幹一輩子的投股老師啊 你看我怎樣印證啊 我告訴你說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弱勢時 放大鏡看螞蟻就怎樣 沒怎樣 131塊半 這個也賺起來啦 然後最後一次到這一天 我告訴你說104塊跌停板 那再買一點嘛對不對 隔天掌停板我告訴你說你去追 套老不要來找我 不是嗎 他這邊又跌停 你這隻稀有儀 跌停板很快 後來掌停板很快 你怎麼賺到錢 什麼都沒有變 它就是一個中段的修正 的整理結構而已啊 什麼都沒有變啊 基本面也是基本面啊 對不對 碩天掌上來我告訴你它的基本面 對不對 跌下去 我就會告訴你說基本面不好嗎 不是啊 所有股價在變動的過程當中 今天一天四個半小時的時間 公司的基本面都沒有變 台灣也沒有馬上換總統 但為什麼股價產生那麼多的變化 成交量跟籌碼的轉換嗎 一天四個半小時之間 以短線上的角度來講 再變化的就是籌碼 就是成交量的變化 基本面沒有太多的變化 當然一個月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一季它會有變化 但是一天是不會有的 那個變化是非常些微的 可是為什麼大家老是喜歡看圖說故事 你看這個很強 很弱 卻不能講在前面 為什麼分析師只能留於這種功能 為什麼 趨勢就像一面鏡子 映射多空同時反照人性 所以常見人才說 順勢則生 逆勢則亡的道理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要討論是 怎麼做 不是怎麼看 看對不敢做 看錯繼續做 那都是不對的 那都是假說的 啊我早就知道這怎樣 早就知道了不好啊 怎麼做做下去買進去 成交的那一筆 才叫做真的 否則你不管你之前怎麼看 看得再準 之前怎麼判斷 判斷怎麼再準 那都沒效 那都是假說的 所以我凡事都把理論 訴諸於行動 Just do it 很多的東西我都要證明說 這項東西 我們從這項來做 傻乎也能夠賺到錢 技術分析的最高經驗 是帶我們看到未來啊 你看這個也是 現在回過頭來 你如果沒有賣紅帆的話 你在這個時間點 買紅帆你可以賺錢 更正 買紅帆有賣掉可以賺錢 但是你在這個時間點 買紅帆還會賺到錢嗎 我不知道 那你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買了紅帆 這邊沒有賣 會不會繼續賠 我也不知道 我只告訴你 紅帆還是紅帆 什麼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的人生 如果 我們股票市場的人生 永遠都在騙尋名牌 每天都是四個號碼兩個字 四個號碼兩個字 四個號碼兩個字 我們多少可以買 多少錢可以賣 那就真正做股票 四人都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輪到你發財 我不知道 因為你永遠都要靠別人啊 因為你永遠都在那個 輪迴當中啊 因為你的習慣是這個樣子啊 習慣鋪成輪迴嘛 輪迴最後決定命運啊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們講說 你看這個 到154塊的時候 投信在買 如果你的習慣就是 法輪買什麼 好啊 我去撞下去 不是嗎 如果你的習慣老是說 啊 給我小二再買這次 好我等他上來 上來上來上來 真的上來了 真的好像不錯 我就進去買 不是嗎 要改變啊 同學 真的要改變才不會無藥可救 要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 要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要為了自己勇敢改變站出來 過去你可能沒有機會 但是我認為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所以原生就不怕原來的遲 只要找到正確的路 就不怕路遙遠 股票公式化啦 所有的股票都是千篇一律 日有還是日有 但是有人取走價差 104塊到148塊 我也告訴你我賣掉了 這中間的121塊的加碼 那都假貪耶 那有人住進套房 差別差在什麼 技術分析的最高經濟人 能不能真的看到未來 所以我跟你講說 不要做股票的求忙足 接下來就不知道怎麼辦了嗎 很多股票是機會啊 白髮蒼蒼四銀條 老樹無根怕風搖 家有黃金純白斗 難買普提路一條 投資人的普提路啊 技術分析啦 我常常講說 別人都是什麼法人出身的 不好意思 我是散戶出身的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 過去的那段時間 操作不對的情況下 遇到這種行情 那個苦 那每天打得咳咳咳就睡不著 做就對了 讓我們與你的現實交手 你將重新擴大夢想的版圖 而行動是最接近 勝利的捷徑 帶上你的決心 帶上你的信心 帶上你的誠心 做好準備 再撥通電話 但是榮成 非將在 不叫胡馬 杜英山 散戶是真之聲 化榮點睛 感謝你的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撥通 財運 橫桐再會 拜拜 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 投資風險 總統支持朱立倫 立委 立挺 羅明才 不認小賀 退休規劃 技術關係 絕版除清 成刀照材DVD 兩萬五起 不再版 不再刷 十五千里 空前絕後 珍藏絕響 把握最後機會 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更拿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便達投顧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全力以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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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吹風吹 雕